雪州政府计划在煤炭山建设焚化炉 引起了非政府组织 反对焚化炉连线的不满 更斥责州政府关上了对话的大门 不过掌管雪州地方政府 旅游及华人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 拿督黄瑞林否认指控 强调州政府一直都是保持开放的态度 随时愿意对话 不过他坦言 我国在落实废料转化能源的概念上 已经落后邻国新加坡20年 是时候改变 这个方式不能够持续的再用下去 它必须有一个调整 必须做一个突破 否则的话我们会对环保不负责任 对未来的下一代 这个sustainable的waste management 没有突破 那对地球的环保也没有做出任何的突破 然后方式也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改变方式和思维 我们要用更先进的方式来处理 这个垃圾再循环了 黄瑞林透露按照他的了解 相关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曾经和达鲁一山垃圾管理有限公司举行对话 双方都满意结果 但是没想到对方依然继续抗议 黄瑞林说 煤炭山兴建焚化炉的计划 还在进行草拟环境评估报告的阶段 水州政府有意在万挠方圆15公里的范围 设立两座垃圾焚化炉 引起了当地民众和一些民间团体的不满 甚至发动示威行动 匀矩发现法 某所在长市区 视频来自粹地 estud待